胡适有没有说过 美国人来了 有面包 有自由 苏联人来了 有面包 没有自由 他们来了 没有面包 更没有自由 这个目前尚无查证结果 但胡适确实是这样想的 20世纪40年代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停止思想 他们抛弃了五四时代 对于个人和自由的坚持 开始左转并拥抱集体 胡适的选择 与他们完全相背反 他此时依然坚定自由主义 他曾在浙江大学 做自由主义的演讲 来收拾人心 但形势比人强 面对青年集体转向 胡适根本无理狂烂 自由主义者 需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独立与自由 胡适尊重他们 最后换了人间 到了80年代 他们又开始回向胡适 这一转身 他们整整用了30多年